时隔一年之久,13岁的加拿大华裔少女申小宇,Marissa Shen被害案件终于告破,她的不幸牵动了全体加拿大华人。 现在,凶手Blow Money 阿里伊布拉辛阿里,在温哥华被加拿大皇家级警逮捕归案,并被警方指控一级谋杀罪。 当地警方宣布已控制嫌疑人,学问称爱作定之后,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却引发出不少华人心的愤怒。 阿里今年28岁,在犯案之前刚刚从叙利亚来加拿大三个月,他是由温哥华ST,Andrew S. Wesley,United,Church教会与Bowen,Allen等的一些居民,合作资助来加拿大,恶护的叙利亚难民,也就是俗称的私人资助难民,因为是难民,又是穆斯林,这一下就不得了了。 已经有华人自媒体,法文号,照大家上街为同胞发声,难民和穆斯林群体真的有那么恐怖并且仇视华人吗? 事实其实并不简单,华人女孩公园遇害的悲剧,申小雨于2016年,跟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家就住在BC省法拿比市的中央公园附近,2017年7月18日,她最后一次出现在有监控的地方是在下午, 7点半左右,申小雨走进中央公园旁边的一家餐厅,随后失踪,当月晚上11点,申小雨的父母发现女儿没有回家,并且无法与之取得联系,于是报警,警察在接到报警后用DPS追踪申小雨的手机,最终在次日凌晨,1点时分把拿比中央公园东南角的树丛中,发现了申小雨的尸体, 去年案发后,周边居民为她哀悼,随后,加拿大当地华人和周边居民,自发,为这个华人姑娘举办了多次哀悼活动,表达了对她不幸遭遇的痛心, 同时,警方也展开了地毯式调查,抓紧破案,由于案发地点是在公园里面,所以想要拿到有用线锁实在非常困难,但警方没有放弃破案,一直在努力调查,太浅了大量人力调查此案,陆续走访了600多人, 还建立了一个网页,来更新此案的进展,同时与申小雨家人保持联系,随时告知案件最新进度, 仅过了一年多的努力,当地警方终于将最终的凶手身份锁定到了阿里身上,并且顺利将她逮捕。 我逮捕后,警方宣布了破案的消息,可没想到凶手身份已经公布,便引发了许多华人的非议, 部分华人不仅仅开始对杀人凶手的声讨,更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叙利亚难民, 多叫自媒体直接以足以之差,的言论,将这起凶杀事件,架阔给整个难民群体, 还发出呼吁,要集合所有的华人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加国接受难民的政策, 叙利亚难民群体害怕一偏概全,对于申小雨的不幸遭遇,不仅仅是华人们表达了痛心, 叙利亚难民群体也深感震惊,随后整个难民社区发布了, 文中表达了他们对申小雨极其佳人的悲痛之情,以及感谢警方的不懈调查, 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虽然同为难民,却表达了对凶手的比喻和谴责, 再到最后,BC市难民群体,表达了诚职哀悼,并且计划在本周五上午凶手出庭时, 到法庭外外申小雨举行竹花道念活动,同时恳请压拿到民众, 不要将难民标签化,因一个难民被控犯罪,而对所有难民产生负面印象。 此外,同为家国难民,叙利亚异小说家,人权活动家Danny Ramiton也在CBC的采访中表达了对凶手的愤怒, 并且承认整个叙利亚难民社区都很忧虑, 因为不少加拿大媒体,打此劝而疑雄的特殊身份, 网上更是恶贫如潮,将所有难民都当作攻击对象。 他为此感到有些不公,害怕加拿大民众会议天盖全。 在警方的发布会上,凶杀案调查组警官直接表示, 这只是一起随机性的独立个案,被害人和凶手并不认识, 并不能反映为难民问题。 难民和移民维权组织Mosaic也发表, 从统计时数据来看,移民和难民犯罪的比率低于其他族群, 但不可避免的有例外,大家都太过关注阿里的难民身份, 但它不能代表难民,更不能代表叙利亚义移民。 过于关注阿里的移民和难民身份, 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社会对移民的看法, 更会严重的削弱对难民的支持。 其实我们每个群体都有坏人,不放群情激愤的坏人认为, 生肖与案根本不是个案。 加拿大移民群体贡献大是因为我们华人移民热血拼搏, 犯罪率低是因为华人遵守各项法律, 但这种片面的观点十分错误。 现实中的情况是, 包括华人在内的各个族群, 里面都有坏人, 也都有个案。 不放华人自媒体对该案的报道, 早在2000年的时候, 美国中情局就发布过提文, 国际犯罪威胁评估的报告。 报告指出, 越来越多来自香港、台湾、 厄门以及中国大陆的帮派分子, 利用加拿大宽松的移民政策, 以加拿大为基地, 在美国从事犯罪活动, 这种趋势已经成为对美国日益增长的威胁。 仔细想想人家的说法, 总结起来就是, 立足加拿大, 发展选美国, 贩毒集团首脑叶永龙。 2007年, 温哥华警方宣布成功破获加拿大, 当时历史上最大的贩毒案, 贩毒集团首脑叫叶永龙, 听名字你就知道, 他不是雪莉亚移民。 警方供起货640公斤可卡因, 200公斤冰毒核一, 200公斤冰毒原料, 26专海洛因, 8000磅大麻。 所有毒品价值于1.68亿加元。 2010年10月, 加拿大皇家骑警, 在温哥华起货150项制毒原料, 超过6000公斤制毒用的化学品, 当场抓捕三名华裔男女。 2015年4月, 多伦多远克区近邦, 破获了区内优势以来最大规模的K粉地下工厂案, 逮捕七名涉案的华人男女, 现场缴获成品K粉60公斤, 240公斤荒工原料, 这还仅仅是贩毒这一个领域的买卖。 如果算上凶杀案, 那就更不得了, 2015年5月, 42岁的华裔富商院刚被人在豪产内杀害病分时, 凶手是他表姐夫赵丽, 留学生圈子里面, 凶杀案件也几乎年年都有。 2017年初, 中国留学生范博乔被女友唆使动手活活打死了女友的前男友, 同为中国留学生王浩志, 2011年的时候, 美国FBI进行过一项, 针对不同族裔之间暴力犯罪的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 在当时的美国, 死者是黑人的凶杀案中, 凶手是黑人比例是91%, 死者是白人的凶杀案中, 凶手是白人的比例是83%, 也就是说, 在多元族群社会, 凶杀案最容易出现在同一个族群内部, 而不是不同族裔之间, 这种情况的道理也很简单, 人类社会个体之间, 都是有交往才会有矛盾, 有矛盾才会有暴力冲突, 同一个族裔的人交往的最多, 所以也最容易出事。 换句说话, 按照整体情况看, 华人预判的事件中, 大部分情况凶手也都是华人, 而不是其他族群的人, 凶手是华人群体的各类恶性事件, 认真算起来, 几天几夜也算不完, 但我们也都知道, 那些违反法律的事只是个案, 整体上, 我们华人还是勤劳善良的群体, 同样的, 大部分的难民并不像传说中的素质极低, 烧杀抢率无目不作, 相反, 他们中却大部分也都是期望安住乐业的, 就拿欧洲那边的情况来说, 根据欧洲议会2016年的调查中, 随着难民达到不同接收国的时间的增长, 就业率也会不断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 在刚到达接收国一到两年的时候, 由于人生地不熟等一些因素, 难民们的就业率普遍不算很高, 但是五年之后, 不管是在德国, 瑞典还是丹麦, 难民们就业率就会出现显著的增幅, 基本上会有一半人口也稳定工作, 十年之后, 难民们的就业率, 普遍在75%以上, 可以说是和本地人口的就业率持平了, 不犯华人媒体造谣才最可怕, 在这次深小雨的事情中, 我们又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谣言媒体, 像北美某某之声, 他们习惯性的用深小雨的不幸遭遇, 煽动华人群体对穆斯林难民群体的仇恨, 他们的报道全文中没有对犯最悬疑人的讨伐, 而是从一开始就带入了整个难民群体, 而且他们还早后在叙利亚社区举办 哀悼深小雨活动的时候, 华人集体去监督他们, 这样的华人媒体习惯性歪曲事实也并不是第一次了, 在去年美国拉斯维加斯强行案中, 无端造谣尘伤害上百名群众的凶手是一名亚裔女性, 而美国警方公布的结果明明是凶手是一名白人男性, 美国警方当时公布的嫌犯, 之前加拿大的穆斯林女孩投机事件中, 所有的媒体都报道女孩说, 嫌疑人是亚裔男子, 到了他们这里就变成华裔男子, 那个未成年女孩承认撒谎并且道歉之后, 所有主流媒体都呼吁不同族群之间互行尊重, 他们却说, 这是穆斯林群体针对华人的阴谋, 也不知道, 一个十几岁的中学女孩, 到底懂不懂部分华人心中的那盘大旗, 真小语的不幸遭遇, 我们所有人都感到痛惜, 面对一个这样单纯年幼的女孩, 穷凶极恶的罪犯肯定要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 但如果英雄手艺人犯下的罪恶, 就一起将他的整个种族, 社区都在意否定, 给他们所有人都贴上帮凶, 杀人犯恶标签, 毫无疑问是充满偏见的做法, 关注了公号加拿大和美国B毒, ID, GNB的人, 94%都成功留学移民出国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咯!